有时候游戏里面最会耍帅的人者 那这个漂泊武士千属匪剑肯定算是其中之一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次的实弹效果 对面这个是雷影 提升以后看他放放东西 不放东西呢 我们用二技能直接二段抓取到 再用一技能打一波伤害 快速拉开 第二段再拉过来 真空波拿到先手 那他这波就没有提升的机会了 我们快速卡好提升的时间 把他给带走 接下来看第二人者 青年水门 他这个青年水门带的是个截入伞密件 不是个霸体 所以说我们手里这个真空波 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看之前点一手真空波 因为他放螺旋丸 那他放了个一技能 我们又利用这个技能流转拿到先手 看他提升 我们快速位移出去 手里开二段 再次位移过来拿到先手 所以这一整道打下来 就是骗屁加拿先手 一气呵成 另外可能还有一些玩家 对于这个忍者的技能机制不太熟悉 所以说也存在一些信息差的情况 手里留个二技能 他如果提升 我们再用这个二段位移出来 反手顶一个真空波 他放了一个一技能 那没关系 我们先等一手 先放个一技能 一段 然后被他打断了 没关系 这个二段手里还有 所以说抓到了护摇 手里还没有斗了 那么来看 最后剩一个迪达拉 既然手里没有斗 所以说我们开局 不用着急过去拿先手 看他放放技能 因为这个迪达拉的技能 还是挺好躲的 他一个是一个鸟 飞过来以后 我们再用真空波过去拿先手 那这一波被我拿先手 他基本上是没了 但是这个连招过程中 可能会出现失误 我本来是想用这个组合技 耍一下帅 但是没想到没有接到 那也算是给了他一次的机会 被他拿到先手 以后我们替身 那飞鸟直接走了 那他两个技能全交完 肯定是要丢通灵 所以说我们看一下 他放什么通灵 放了个守核 我们在下面直接位移过去 本来想着反向拉过来 想着就是一个X轴 但没想到Y轴偏移了一下 进他守核通灵的范围内 先不着急 看他会不会出现失误 出现失误以后 先引出一个命圈 他手里还有个技能 我们上去再下来 引出他一个技能 那你手里没有什么东西 所以说我们用技能拿牵手 快速打一波伤害 同样是利用二技能的位移 反向拉开 骗住地震 再往上面走 引出他的技能 再用真功波拿牵手 那你这波就没了呀